圣灵所结果之 救治能爱 喜乐和平 能爱 恩慈 良善 庆慈 温柔 节慈 这样的事 没有运法庆慈 好 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各位一起来敬拜 我们看加拉太书 我们讲因性称义 我们讲不管我们做得多好 都不能够称义 只有凭着耶稣的救恩 那是不是我们就要犯罪 不注意我们基督徒的品性呢 不是的 我们得到了恩典 叫我们更加努力 得到了恩典 叫我们更加日日往前行 我们得到了恩典 我们要多结出恩典的果子来 保罗今天所讲的这些经文 跟我们平常所听见的 灵肉之争 是很一致的 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 对于道德的事更加敏感 我们对于圣洁应该有更多的渴慕 我们对于污秽应该有更多的厌恶 那我们重生得救了 我们的行为还是跟不上 怎么办呢 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 我们缺少圣灵的力量 我们求主给我们圣灵的力量 求啊 路加福音有讲 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子女 神岂不会把圣灵给他所爱的人吗 我们信神给我们永生 神给我们一切今生来世的好处 神也给我们圣灵 当我们借着圣灵重生 有一个新生命以后 我们是脱胎换骨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 我们还是凡夫属子 我们还是有各样的情欲 我们还是有各样的软弱 这里的话跟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 那里讲得很像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在加勒泰书五章十六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基督徒要怎么做 才能够免去或者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 那他答案是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得胜脱离那些罪恶 要靠主 我们圣洁良善也一样靠主 各位没有新的答案了 我们就是靠主的恩典 在生活中多操练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 就是要遵行主的话 那我下面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遵行上帝的话吗 夫妻怎么才能幸福 彼此相爱就好了 但是怎么彼此相爱呢 我们得有一个出发点 那个出发点就是恩典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 相信神的大能 相信神的慈爱 这个也许是像教条一样 要灌输在我们脑袋中 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 借着圣灵晓得这话真是真的 我们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顺着信心而行 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么是很困难 是常常会我们施脚 而且保罗下面讲的 就是我说的灵肉之真 十七节 情欲和圣灵相争 这两个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相争是指着 我们在有所决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痛下决心 克服这个艰难 保罗跟我们讲 你只要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你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我想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 求圣灵更多地感动我们 我始终是这样觉得的 我觉得爱能胜过一切 上帝的爱能胜过一切 当我要犯淫乱的时候 如果神的爱 耶稣基督的死在我身上 有这么一句话提醒一下 我相信我会远离罪恶 我相信如果我在要偷东西的时候 或者要出言不逊的时候 神的爱 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 我可以克服 我的意思就是 愿圣经里面有一些神的话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愿这些话 藏在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 就算是灌输教条的方式 我们也需要知道 神实在是爱我们 那这就是求圣灵在我们生活中 引导我们 不至于把这个当作一个口头禅 而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而且不断地经历 我们要被圣灵引导 我们渴慕被圣灵引导 我们渴慕顺着圣灵而行 跟圣灵相对的 往往不是邪灵 跟圣灵相对的 圣经上往往讲是肉体 那肉体的情欲是些什么事呢 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奸淫 污秽 邪当 这三个大概是类似的东西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远离这些 奸淫 污秽 邪当的事 那么下面的事情 拜偶像 邪术 这两个 我们也许厌恶 我们不去拜偶像 但是小心一点 这个社会里面 有一些给魔鬼留地步的事 有一些 淫鬼上身的事 接触这些不好 邪术 拜偶像 让我们不要去接触它 下面的就又难过了 那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 常常有的 增进 忌恨 恼恼 结党 纷争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口舌洁净 让我们不要被罪恶所胜 那个忌恨 恼恼恼恼这个罪 我是常常有的 仇恨 这个结党可能也是有的 纷争 这些事 求主帮助我们远离 求主让我们 勒住舌头的 能够 少讲一点 那种 很爽快的话 但是其实不造就人 我觉得在政治之外 还有一种 讲得很爽快 但是实在是伤人的 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 大卫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大卫迎接约会到城里面 就在那里跳舞 大卫那天是他最兴奋的日子 因为约和华的约会运来了 他好高兴进到家里 把各样的礼物赐给人 米甲出来说话了 米甲说你今天 以一个君王的身份 跳舞跳到下体都露出来 好光彩 米甲当然很生气 我觉得任何一个太太 看到自己先生这样 都会很生气的 但是米甲 我觉得如果我在的话 我会劝他 不要在大卫 这么兴奋的时候说 要找一个他 比较能听进去的时候说 要称赞他爱耶和华的约会 要称赞他喜欢赞美主 然后顺便提一下 你不能不成体统 米甲就讽刺他 米甲的讽刺难听 大卫就回嘴了 这一回嘴 更难听 你老爸已经被上帝废掉了 现在是我做王 你们家永远没盼望 我们家要永远下去 两个人以后就形同路人 大卫讲出不该讲的话 你们家没指望 你们家上帝不要了 我家上帝喜欢 求主帮助我们 一师足成千古恨 一师言 也常常是百年之恨了 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顺着圣灵来行事 就有的时候 该勒住舌头的时候 要勒住舌头 多少的伤痛 是言语造成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那个记恨恼怒 结党纷争 都是这些 另外他又讲了四个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 各位 这些求主都帮助我们避免 我们记得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太普遍了 再念一次 这是邪恶的名单 求主让我们被提醒 情欲的事 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增进 记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等类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多结出圣灵的果子 果子是新旧约都喜欢用的字眼 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 有讲到 耶和华的葡萄园 耶和华有一个很好的葡萄园 肥美的三缸上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有好的园丁来照顾 这个葡萄园里面 一切结出好葡萄的条件都有了 可是没有结出来 上帝说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废掉我的葡萄园 我要的葡萄 我像以色列人所要的 是公义和和平 我看到的是欺压和不平 所以以色列人被上帝责备 因为上帝的葡萄园 上帝费尽一切心思 施肥 好的园丁 好的种 他就结不出来 以色列人就有这个毛病 始终结不出来 到新约的时候 施洗约翰也说过类似的话 施洗约翰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 与悔改的心 与悔改的心 相称 我们需要 实在需要有行为 我们实在需要有行动 而我们常常认识缺少 就是行动和行为 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 品格里面 有许多的果子 这里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我们需要有这些 美好的果子 这些美好的果子 从恩典而来 上帝的恩典 上帝 借着圣灵 浇灌在我们中间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爱 认识上帝的丰富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灵粮 就是祂的话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圣灵 就是祂给我们的能力 和职位 不过 有一点 是我今天要提醒的 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 领受上帝的圣灵 让我们结出果子来 是 没有错 不过我还是说 有一个要讲的 结出果子来 这可能在 在农业上面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在 属灵的事实上是这样 结出果子来 要好的种 要好的土 要好的园丁 照顾 教会要增长 教会要结出许多的果子 要好的土 要好的园丁 要好的木则 要好的种 就是我们 我们应该结出来 上帝把祂的圣灵 浇灌在我们中间 恩典浇灌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应该结出许多果子 这一点 我要提醒一下 我觉得 从一个角度来讲 刚好相反 要结出好的果子来 除了一切上帝 对我们的美好以外 有一件事 可能我们都需要 恶劣的事 来让我们结出果子 什么叫恶劣的事 来结出果子呢 就是说爱吧 这里讲仁爱 是第一个果子 怎么样才能够有爱呢 哦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能够有爱的果子 我们对人有爱 有那圣洁良善的爱 因为我们领受了 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给了我们多少丰富的东西 所以 我们领受了 我们很感恩 我们有福气 我们就脱胎换骨 开始成为一个 有爱心的人 哦 还是有一点漏掉了 用结婚的时候 大家喜欢唱的歌 来讲吧 诗般常常现实 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 爱的真谛 我每次听到这个歌 我很喜欢 但是我都不知道 新郎新娘 有没有听懂 爱 不管是在歌里面 或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 都说 爱是恒久忍耐 要忍耐 也就是 不时像你们小两口一样 你们以为 爱是温馨可爱 爱是舒服快乐 爱是我们在 非常优美的地方散步 你看我 我看你 爱是恒久忍耐 忍耐什么 忍耐痛苦 忍耐很多 忍耐你的习惯跟我不一样 忍耐 我们两家不一样 忍耐你的一些做法 我不同意 你花钱的方式 我不同意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各位 我们不是只有忍耐 石头也能恒久忍耐 但是石头不会满有恩慈 我不但忍 我还是蛮有恩慈的 对人良善 大方的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这里我也看到 即使是圣灵末世的作者 有的时候 也只好用负面的话 来形容真理 因为太难形容了 爱不喜欢不义 当然就是喜欢正义了 爱不自夸 不脏狂 那么我们不自夸 我们不脏狂 我们就说 我们要谦卑 但是怎么样谦卑呢 活出爱 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那个是营养 那是养分 我们需要领受 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 我们需要操练他 这才是让我们真的好起来 我们领受上帝的话 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多好 我们也要效法他 活出这种爱来 在效法的过程中 我们就受到打击了 好难哦 好苦哦 那么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在碰到恶劣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美好的果子就开始结出来了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 我们都熟悉这个话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代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把神代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把基督的丰富 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总是强调这件事 我们教会常常传讲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拯救 因为我们需要听 各位 我们Protestant的 我们新教 被天主教 讥笑的 或者攻击的一件事 就是 我们都太强调 讲道了 我们要多有一点 社会上的善行 我们要多有一点 社会上的善行 完全同意 但是 有社会上的善行 关心弱势 为什么打拼 是好的 我们最重要 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还是传讲上帝的话 让普天下 凡有血气的 都听到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有力量 上帝的话 创造了天地 上帝的话 拖住了万有 上帝的话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埋埋埋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听神的话 我们听那古旧的福音 我们听到 上帝爱我们 舍了他的儿子给我们 我们听到 上帝爱我们 把圣灵也浇灌在我们当中 丰丰富富地给我们 即便我们多次得罪他 即便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舍己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 但是再一次 知道这些 没有去行 就惨了 有些年轻人 很喜欢读神学 很喜欢讨论圣经 我们教会有一些 那么这些喜欢读神学的 讨论圣经的年轻人 就常常给我们这些讲员 打分数 就变成听到 是像以前北平的人 听戏一样 什么叫听到像听戏一样 就你到那些剧场 那个剧场也不是规模很大的 就有一些 那耳朵已经尖得跟什么一样了 你只要唱错一点点 就喝倒彩 就去虚拟 各位如果我们多读了圣经 多读了神学 我们养成的习惯 只是多一点批判的能力的话 这个不好 我们希望我们有感恩的心 我们希望我们有领受 我们希望我们越有高水准 越能够辅救那些卑微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圣灵 给我们幸福快乐的恩典 但是不管是多么幸福快乐 美好的恩典 你需要操练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 吃出健康来 多吃一点健康的东西 新鲜的水果 蔬菜等等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恐怕还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非做不可的就是锻炼 就是运动 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就是你的锻炼 你的运动 你在教会里的服饰 就是你把生活中的各样需要去做的事 我们来操练 来做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 教会的事工 家里的事工 我们都需要去行 我们需要身体力行 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结出果子的事上 更有成绩 圣灵 神一定给我们够多的力量 圣灵的果子 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我们 从圣灵内领受的 但也是我们 在艰难环境中 把恩典做的一个变化 恩典使我们结出果子来 不是只要领受肥料 雨水 也要领受一些枯干的东西 叫人受不了的东西 各位不知道吃过 伊拉克或中东那边的蜜枣没有 几年前有人带来给我吃 我说怎么这么甜 糖放太多了 他说这没有糖 天然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甜 这个树 枣树 生在 从不下雨的地方 阳光烈得不得了 它的水分是地下水 那就是诗篇第一篇 按着时候结果子 月子也不枯干 一定要有恩典 一定要有地下水 没有水 我们会被晒死 一定要有圣灵帮助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多么蒙恩 一定要有这个 要不然树会死掉 我们也会死掉 没有恩典同在 我们会死掉 但是要甜的话 也一定要有大太阳 我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更多领受上帝 给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也求主 生活中偶尔碰到一点 小小的挫折 使我们受打击 这种患难 这种打击 使我们结出 美好果子必要的条件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 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 我们多么希望 自己是一棵 按着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的树 我们活出上帝的荣美 我们活出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我们求主帮助 愿这里每个弟兄姐妹朋友 都更多认识你 更多活出你的样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主帮助 阿们 感谢观看